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咱们继续学习Firebase 今天是第二期 在给您分享视频之前 首先我还是先感谢一下 能够开通过YouTube频道会员的朋友们 您的支持是小马一直做下去的动力 真的是非常的感谢 好 那咱们开始今天的主题吧 什么内容 大家请看我的标题 服务器端SDK的安装 是这样 咱们不管是您开发手机应用 还是外部应用 那个都是客户端的应用程序 其实咱们在服务器端 是需要跑咱们一些个管理工具的 比如说后台的批处理程序 咱们的服务器端的程序 应该可以控制咱们项目的整个资源 那么今天这期视频 我就给您讲解一下 Firebase服务器端管理工具SDK的 安装方法 咱们一起来学习一下 好 知识点自不必说 就这么一个 咱们装一个服务器端全功能的SDK的管理工具 叫做什么 叫做Firebase Admin SDK 我今天给您采用的是Node.js的版本 其实它服务器端支持几乎所有的语言 咱们可以来看一下 咱们就访问一下它的官网 这个是它的官网 咱们访问一下 服务器端的应用程序怎么说呢 是咱们做项目中必不可少的 大家请看 它支持的语言大概有 大家请看 Node.js这是首推的 Java Python Go 语言 C Sharp 它都支持都没问题 我今天给您采用的是Node.js 因为为什么 我觉得不管是今后 今天我给您讲Firebase 还是今后我给您讲AWS 其实Node.js都是首推的语言 我是非常的喜欢Node.js 当然Python Go我也都喜欢 Java现在感觉差一点 好 咱们不说了 今天就给您装一下Node.js的管理报 是这样 在装之前 我再给您访问一下 官方给咱提供的很多样例 也是非常的不错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参照一下 官方的样例里面提供了SDK的具体的使用方法 它能够控制多少资源 都该怎么编写代码 里面都有详细的介绍 我来给您访问一下 这个也是咱们今后 反正是我当初常用的一个网站 咱们看一下 就是这个网站 它里面给他们提供了好多详细的样例 非常的不错 包括使用方法 好不好 OK 那咱们回来 接下来 今天我就要给您装一下SDK 在装SDK之前 咱们先干什么 咱们先应该在 应该在Firebase上面 建一个咱们自己的project项目 咱们建完项目之后 咱们再用SDK去连接它 访问到它项目里面的资源 对吧 这个是咱们SDK要干的工作 对不对 OK 那咱们马上进入Firebase的控制台 进入控制台 对吧 我把我的屏幕最大化一下 好 进入控制台之后 咱们干什么 大家请看 首先咱们创建一个项目 是这样 咱们用Firebase来开发咱们应用的话 开发APP 比如说 对吧 我可能要开发各种各样的APP 比如说 要开发一个背单词软件 要开发一个newsAPP 对吧 显示各种各样news 对吧 再开发一个游戏的APP 等等都好 这每一个APP 叫做一个项目 对吧 那么今天咱们就建一个项目 然后在这个项目基础上 咱们再用后台的管理员的SDK 去调用它 对不对 OK 那咱们开始 首先咱们建个项目 没问题吧 下面咱随着起 我就叫做myFirebase 行不行 我的Firebase 这可以吧 OK 然后下面给了咱们一个项目的ID 没关系 这是唯一ID 这是全局唯一 好不好 或者说到全球唯一 这个地方大家请看 他说 咱们装这个项目 要不要配置Google的Analytics的分析 比如说 以后咱们用咱们的Firebase 咱们开发了这个APP的应用程序 或者说开发这个网站 对吧 咱们一般都用 这个Google的Analytics 来分析用户的行为 这个在线人数 等等一些个事件 广告转化率 对吧 那么一般来说 咱们是应该把这个分析工具打开的 你说我的APP 或者说我的网站 我就不需要分析用户行为 那您可以不打开 但是90%以上的情况都是要打开 所以说今天咱们把它打开 好不好 OK 咱们下一步 选择一个咱的Google的Analytics账号 就选择默认的Firebase Firebase 它在Analytics里面建一个账号 在账号里面 在建很多的媒体 对不对 OK 咱们下一步 好 大家现在看正在创建项目 是这样 咱们只要做任何 包括咱们开发环境 也应该建立一个开发环境的项目 像上次我做的APP 就是说 比如我上次做APP 比如叫做ABC 对吧 那咱就创造一个ABC 然后是生产环境 再创造一个ABC 开发环境 一般要创造两个项目 OK 它安装 或者说生成这个project非常快 大家看已经完成了 咱们点击继续 这样的会 这样的会默认 就进入到咱们的这个project 但是咱们先不看 咱们先返回 点这个左上角 大家请看 刚才咱们这个地方是没有project的 现在有一个了 对吧 好 那咱们就进入 大家请看 今天之后 咱们大家看左边 第一个 我上期都给您讲了 Firebase给咱们提供了 最常用的几个服务 大家请看 用户授权服务 对吧 然后是云端数据库 这是老的云端数据库 然后是存储文件的服务 然后这是主机 咱们建一个网站 同时好在好在 好在它这个主机 还支持https 这个特别好 省咱们自己去生 自己去这个生产 或者说咱们自己去申请 这个网站的SSL的证明书了 不用了 他都给咱们提供 OK 接下来是这个云函数 是这样 以前我去年做的时候 这云函数还是不收费的 但是今年的时候 大家请看 它就变成收费了 如果您要想使用这个云函数的话 必须要升级您的这个项目 才能够使用 所以这地方真的是 这个Firebase做的 过分了 然后下面是个机器学习包 我去年用的时候 这个机器学习包 后面还加上一个 这个 β 对吧 但是今天大家请看 已经没有β了 说明它可以正常使用了 今后是这样 我以前做了很多 这个Python的课程 讲解了机器学习 今后呢 我的小马的视频频道 也不会放弃 机器学习领域 今后呢 我会给大家 怎么说呢 在这个Amazon AWS上面 利用它的很多的这个 这个机器学习 或者说这个人工智能的package 咱们做一些开发 比如说这个人脸识别 其实是非常简单的事 到时我再说 到时我给你讲 AWS的时候再来说 好 然后下面呢 是一些监控服务 等等等等 一些信息 好不好 咱们先不管 今天咱们干什么 咱们就先装这管理包 是这样 装 今天我给您演示的例子是 咱们呢 先建一个云端数据库 好不好 然后里面呢 咱们加上一点数据 然后呢 咱们再用这个管理包 去连接数据库 去访问到数据 显示咱们呢 一套流程 好不好 OK 那现在少续 咱们马上开始 点击Firestore 这个是Firebase 现在首推的数据库 咱们创建一个数据库 大家请看 这个地方有两个模式 一个是生产模式 一个是测试模式 区别在哪 大家请看 区别就在于 生产模式的话 它所有的读写 默认是禁止的 咱们需要为它匹配权限 您的哪个数据库 您的哪个文档 或者说哪条记录 该匹配什么权限 是要做详细的设置的 但是今天咱们是开发模式 所以咱们选择测试模式 然后呢 大家请看 测试模式和刚才的区别 在于哪 在于所有内容都打开 确实 大家请看 确实有一个时间的限制 好不好 有这个问题 OK 是这样 它为什么要做时间限制 是因为它怕咱们忘了 比如说咱们就是一直在 让这个数据库跑在测试模式下 然后就直接上市场环境 这不行了 对吧 所以说有时间限制 到时间了 它会给咱们发邮件 说你得数据库 你得改 全线咯 OK 咱们今天先选择测试模式 下一步 然后呢 这地方要选择一个 咱们数据库所在的区 这个您在全国 全球哪个区 您就选哪个区 比如说我选亚洲北东一 行吗 亚洲北东一应该是东京 日本东京 建数据库呢 应该时间也不会太长 就能够把它建起来 咱们稍微等一会儿吧 稍等 我再看看 我今天的代码 是这样 数据正在建 大家请看 一会儿呢 我会按照这个代码的步骤 咱们在本地建一个文件夹 同时呢 安装一下Firebase管理包 安装管理包之后呢 咱们编写一点代码 然后呢 去连接到咱们 真正的Firebase 服务器端的 各种各样的资源 好不好 咱们都可以去试一试 应该完了 OK 可以了的 大家请看 这就是数据库的管理平台 如果您没有用过 NoSQL的话 您可以看我以前 一个NoSQL课程 MongoDB的NoSQL课程 Firebase给咱们提供的 Firestore 就是NoSQL的数据库 好不好 左边是各种各样的表 或者说叫文档的集合 这边呢 是各种各样的文档 右边的是字段 咱们可以建一个 比如咱们建一个集合 比如咱们就叫做这个user 行不行 咱们建个用户表 或者说叫个用户集合 都可以啊 然后咱们有个字段 比如叫name 对吧 然后name值给一个coma 这个咱可以随便建 然后这个自动生成ID 我现在大惊 我现在是手工建了一个集合 建了条记录 然后这个记录里面 只有一个字段 对吧 因为面向文档 是比较灵活 对吧 咱们可以随便建记录 可以随便建字段 都是没有问题的 OK 这样的话 咱们等于在数据库里面 就有一个集合 对吧 然后咱们回到 咱们项目设置的地方 这个地方 我还要再给您说一下 就是说 咱们项目设置的地方 是对您项目整体的 一些内容的描述 比如说 大家看看 设置这个项目的公开名 为什么要设置这个东西 是因为 如果今后您用到了 比如说这个用户认证的部分 对吧 那么用户可能认证 用户在咱的系统中 登陆一个用户之后 要给他发信息 对吧 那么信息该显示什么内容 这些总体的信息 是要在这个地方进行配置 咱们改一下 比如这地方 咱们就叫做MARFIRBASE 没有问题吧 OK 下面是大家请看 下面是说 我后台的数据库 都给咱们准备好了 包括文档资源 都准备好了 那么咱们需要为它建应用 大家请看 这个应用包括 LS应用 安卓应用 Web应用 以及 大家请看 以及Unity应用 它都支持 也就是说 在这地方 咱如果建一个应用之后 它会给咱一套API的key 那么咱们通过APIkey 就能够连接到 FIRBASE的后台的资源 好不好 今天咱们先不建 今天为什么 因为今天咱们是装管理包 咱们以后会建应用 咱们不要着急 咱们一加点学习 好 咱们到这地方 大家请看 首先说 它可以集中各种各样服务 广告 package 都可以 咱们今天到这个地方 叫做服务账号 大家请看 在这地方 它会给咱们一个管理员的服务区的账号 咱们在这地方干什么 大家请看 这个是一段连接 通过咱们的代码 连接到FIRBASE 客户端子 连接到FIRBASE服务器端子 一些代码 但是咱们要连接之前 需要有一个私钥 需要有一个存储key 才能够连接 这个key 咱们现在必须要下载到本地才行 不管您是 Node.js Java Python Go 还是今后咱们IOS Swift 还是咱们安卓 Cotlin Java 咱们都需要有一个客户端的key 让咱们可以保证访问到熟悉库资源 对吧 今天咱们用Node.js 当然也需要下这个key 我现在就给您下载 下载它 这个key是非常重要的key 您一定要在本地保存好 不要让别人看到 好不好 OK 这个key 这个key 这个文件里面的各种各样的内容 都是唯一的 有这个文件内容 谁都能够访问到您的后台数据库 所以说一定要小心 OK 这个key我下载完了 那么干什么 那么咱们就应该 把我的key先拷贝过来 是这样 key咱有了 那么咱们先干什么 咱们先建咱们的工程 然后咱们去用到刚才下载的key 好不好 OK 我把这个key咱们先 咱们先建工程吧 既然工程我把key再拷过来 OK 那咱们按照我的 课件 咱就往下做 咱们建一个工程目录 叫做myfirebase 然后咱们进入它 没问题吧 然后咱们做个初始化 这个课件 我给它加一个杠外 表示咱们所有的内容都选yes OK 初始化目录 没有问题 接下来 咱们通过这行命令 为我的node.js工程 安装一个firebase的管理包 清下屏 马上安装 这个安装速度要看您的网络了 应该都不会太慢 可能中国大陆区有点慢 OK 但是也能够安装完成 安装完成之后 咱们在咱们本地文件夹 咱们随便编一个js的文件 node.js的文件 好不好 咱们就一行代码 去require一下咱们这个firebase admin 看看能不能引用到 好不好 存盘退出 没问题吧 让咱们敲node main一挥车 没有任何错误 说明咱们这个包成功安装 而且require引用到了 好不好 OK 那么接下来干什么 接下来咱们看都已经做了 建立一个新的工程 对吧 然后设置服务账号 然后生成新的私钥 我已经生成完了 现在我把这个私钥拷贝到本地 好不好 咱们试试 copy 咱们先清个屏 为了让您看得清楚 copy 然后从我的download文件夹下 叫做mirefirebase 把这个文件拷贝到我当前文件夹 咱们看一下 拷贝过来了 没有问题吧 只要我叫做这么一大长串 我把这个串也拷一下 拷到我的课件 好 咱们有这个文件了 咱们就可以连接到firebase后台的各种各样的资源 咱们替换一下我的代码 我的代码中这个地方 要替换成咱们这个Jason的文件 就没有问题了 好 那咱们可以试一试 首先咱们先看一下 这前五行代码干什么 是把咱们这个非常重要的私钥的文件读进来 然后呢 对firebase呢 用firebase管理包进行一个初始化 如果这个没有报错的话 就说明咱们成功的初始化了 咱们的项目工程 下面这两行代码呢 是我给您展示一下 您现在工程的一些个基础信息 咱们先拷贝这些代码 咱们再清下评 咱们 nano man.js 第一行 暂时不要 重新拷贝 好不好 让我把下面这两行给您打开 这看一下咱们整个的项目工程的内容 好 咱们存盘退出 然后node man 一回车 大家请看 不但连接上 而且呢 项目的试试信息呢 都在这给您显示出来 没问题吧 OK 咱们清一下评 好 那么干什么 刚才我给您在这个地方建了一个数据表 或者说叫做文档集合 虽然只有一个文档嘛 对吧 那么咱们就现在去连接一下这个数据库 你看好不好 OK 试一试 咱们连 大家请看 就下面这个代码 如果咱们出发成功的话 用admin.firestore取到咱们数据库资源 然后呢 用db.collection 这个我这个连数据库等等 我今后都会做课程给您讲 今天咱们就示例去连一下 刚才我建的这个数据集合文档 看看能不能连接上 就可以 OK 那咱们接着 nanoman一回车 代码拷贝到下面 这两代码我也屏蔽掉了 不要这两代码 好 然后咱们存盘退出 稍等我看一下 是不是考全了 没有问题啊 OK 存盘退出 然后 nodeman一回车 注意看 大家请看 连接数据库 同时咱们这个文档的内容呢 已经被拿到 没有问题吧 成功了吧 有朋友说 我不信 你能不能再给我来一条 这完全没有问题啊 咱们再见个文档 比如 因为是这样 因为它是noSQL 所以说它字段非常灵活 刚才我建个name 这个咱建个别的吧 咱们叫建个title 都可以啊 叫做这个 comma firebase license 行吧 OK 大家请看 我有两文档 而且呢 字段还都不一样 奇不奇怪 这就是noSQL的好处 它是基于文档 它不是基于这个关系结构 好 那咱们把刚才代码再执行一下 大家注意看 go 出来两文档了吧 而且呢 字段内容还可以不一样 这是noSQL强大的地方 好 今天内容应该就这么多了 我呢 带您 咱们呢 从头开始建了一个firebase的工程 而且呢 咱们安装一下服务器端使用的管理包的sdk 然后呢 我给您编了一段 nodejs的代码 让咱们可以连接到咱们后台的数据库的资源 当然 这个地方 您可以不用nodejs 您可以用java 可以用python 可以用go 都是没有问题 这是firebase强大的地方 非常的好 ok 那么内容就是这么多了 我今天的代码呢 都会放到gethub上去 有兴趣的朋友 您就访问一下吧 好吧 那这个视频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 感谢您的观看 咱们在今后的视频 再见吧 拜拜